哈喽大家早上好 现在已经早晨了 我七点半 他说是早饭开饭 我本来行是出去逛逛 结果一拉开窗帘 看着外边还是黑不容冬的 因为这个小岛呢 就是日照时间只有八个小时 所以我先出去溜达溜达 等着看看早饭拍一下 然后等着天亮了 再拍拍别的地方 先去看看早饭是什么情况吧 还有些东西 我认为我们要去吃饭吃饭 就能去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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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还会我们先去吃饭吃饭吃饭 看着我说 看着我们看看 永远要长大 对 我们只需要记住这幅 因为现在呢实在是太早了 其实这都住满了人 我就不太好意思大声的讲话 这些人还没有上去 这些人还没有上去 我太期待了 太早了 我看了这些花团 真的吗?我还没看过这些花团 看这些花团 一些小绿的花团 是的 像小绿的花团 我记得小绿的东西 哇 你記著我? 我記住那個小小龍 我知道你知道我裡面的 直到那裡 小龍 哇,這是美麗 我的天啊 哇,我的天啊 這是美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是什么树 枣树还是什么东西的 虽然是阴天 可是感觉哇好美 静谧 因为现在还没有多少人 小黑娘 你怎么又跟着我来了呢 哎呀 你好 怎么知道我来这呢 小黑娘 上哪去了 小黑娘怎么办 快给我来 在山上 这个建筑很中国 我觉得右手边的这个特别像一个电影 电视剧里边拍摄用的一个中国影城 就红色带着黑顶子的 山上还有人家呢 有人住在山上 在山上 这个酒店真是面积给我感觉特别特别大 幸好我就录影了 不然你找这个饭店也找上半天 昨天还是问了一个老顾客怎么走的 就在这里 我现在看到这个小小海豚 我就知道 这边上还有一个小商店 我就知道快到吃饭的地方了 我们去一块去吃吃饭 现在看它喷水啊 喷水来着浇这些树 怀疑这些地方有可能很缺水 所以我就不让这个清洁人员每天清洁这个towel 因为不需要两三天洗一次就够了 你看下面真的很漂亮 感觉是很静谧 因为今早上太早 没有多少人来 听听这个吸水的声音 很美的 那边就是大海 我感觉现在9月份呢 它的温度 10月份吧 它的温度大概是不到20度 其实没有那么热 我喜欢这个小木桥 在这上面走一下 要晚上来走 灯都亮起来了 感觉把这树照得也很漂亮 再下去 它说是有11个swimming pole 所以呢客人再多也不会找不着 这个是芦荟吧 这个给我感觉真的很像芦荟 Alovia 没有人吃 这把这些就烤糊了的 很漂亮 还有白云 真的很美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老人特别多 我昨天注意了一下 它的客人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 60岁或五六十以上的这种的老年人过来的 因为就是比较安静 这里呢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巨大的仙人球 我觉得热带国家 是不是都挺爱养这种仙人球的 一个一个的都可大呢 大铁看了一下 今天早天就是大铁这么逛一下 天堂鸟 你说 天堂鸟 天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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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来呢 我也不清楚这是第几个 水泳铁了 我到后天 大后天 过来看看如果暖和的话 这边还有个小藤仪在这坐着 我穿着这样的鞋 因为这种鞋方便走路 我也没有带我夏天的凉鞋 因为我觉得用不着带那么多霜 就带了一个拖鞋就来了 这些东西都很轻 感觉像饮食 吴雨 哈喽 哇 你好 你是谁啊 啊 说的地方好美哦 我愛這個場景,它是美麗的 我愛這個場景,它是美麗的 我愛這個場景,我愛這個場景 我愛這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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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穿的摘衫不搭配 可是我沒有拿我的涼鞋 我先讓它裁 鞋子盡量少帶就少帶吧 我愛這個場景 好像玉蘭似的 挺漂亮的 挺好看的 這個畫 給我感覺像一個沙娃 這樣的一個 敷敷面畫的就是它 像玉蘭 不知道 剛才那兩個人在說話 我以為是我們中國人 結果走進了一聽不識 不知道是哪國人 沒聽過這東西 哇 很大 哇 哇 哇 這山頂上還有霧 那大家上不看不到 我覺得很神秘的 感覺今天應該是陰天 因為我上Google上面去查了一下 說應該是二十幾度吧 可是我來了一看 有很多的雲霧之類的東西 不過沒有關係 我不希望它很熱 看一下 哇 還是挺棒的 這景色很好 就是沒有人 因為太荒涼了 不像有的那種的 beach results 那人都滿滿的 之類的 因為它不好走啊 你看懸崖峭壁的 你看見著大高牆 所以就是沒有人往下走 不小心滑倒有可能是